我们接下来介绍22题的对话 22题这里可以看到是Albert Albert看到clerk店员 这个clerk C-L-E-R-K 这个字你要记起来 这叫销售员 或者是售票员 也可以叫做clerk 他是是店员 服务我们的人 Albert说has the 530 showing of the movie star yet 这个showing yet 这个showing是节目 那这个of the movie 这部电影呢 这部电影的这个它的放映时间 5点30分的那一场放映时间 这个showing就是可以翻成放映时间 5点半那一场呢 start yet开始了吗 好对方回答什么 他说那么I will come back 那我待会再回来吧 我在为了那个8点那一场的 the 8 o'clock showing 这个8点那一场的叫8 o'clock showing 所以8点那一场我再来看好了 I had to mix the beginning of the film 他说呢他很痛恨 这关键点这边呢 他说他很讨厌呢 错过the beginning of the film 一部电影的开始 他会很讨厌错过 所以表示5点半 各位可以用这一句来反推回去 一个讨厌电影的开场前面就错掉的人 表示这个5点半这一场的节目开始了吗 已经开始了对不对 所以他如果现在买票进去的话 其实已经看不到前面了 他选择看8点那一场往后推 所以呢答案应该是什么比较好呢 A I don't think so 我不这么认为 或B no not yet 还没有开 C呢 yes sir about 10 minutes ago 是的先生 大约10分钟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那表示他现在进去 前面10分钟都没有看到 所以答案是C哦 那主呢 you can hardly wait 你几乎没办法等吗 几乎不 hardly这个是几乎不 所以你不能等的意思吗 留意一下答案是C 好再来二十二三题 二十三题 Terry跟我们的Susie两个人的对话 Terry说呢 what kind of seat 什么样种类的 他先了解题目在问什么 what kind of seat 你是要求什么样种类的座位 do you request request这个就是要求 好所以你在要求的时候 when you fly 当你要飞行的时候 你要求什么样种类的座位呢 他说I prefer 我比较偏好的是I走到座位 那讲到走到座位 就补充一个window seat在旁边 靠窗座位给自己哦 I sit and window seat 好对方说我喜欢的是 这种走到的 他说为什么 因为呢 走到可以干嘛 就是比较不会挤嘛 So I can stretch my leg 所以我可以伸长一下我的腿 运动一下我的腿 剩下的答案都比较不好 A答案是A B是sitting in the back off the plane is exciting 他说如果坐在飞机的后面呢 是很兴奋的事 坐在飞机的后面 比较兴奋 坐在后方 也不是我们要的答案 C呢 it doesn't usually take much time 这件事情通常不会花太多时间 也不是答案 猪呢 I like to sleep 我很喜欢睡觉 I need something to lean against 我需要有东西能够让我靠 如果选猪的同学会很可惜哦 坐在靠窗的旁边 坐在靠窗的旁边也可以让你睡觉啊 我喜欢睡觉 所以我需要有东西靠 那这题呢 跟猪跟我们的A选项比起来 A选项会比较好 伸长腿是走到才会有的 窗边的人比较紧 好 那睡觉喜欢靠地方 所以走到或者是窗户旁边 都有东西可以靠着 所以这题答案 如果选猪就很可惜哦 答案是A哦 留意一下 好 再来呢 24题 Amy跟我们的Peter之间的对话 Amy说 Are there any interesting job Interesting job 是题杆重要的地方 就是有趣的工作 叫Interesting job In the paper Paper是报纸 今天呢 报纸上里面 你有没有看到一些有趣的工作呢 他说 Well Here one for a salesperson 有耶 这里有一个哦 For a salesperson 他们在应征销售员 那Amy就说什么 他说 You hav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Make an appointment 就是做预约动作 For an interview Interview是面试 他说 嗯 你必须呢 打个电话去做个面试 做个预约呢 For an interview 做了面试的预约哦 好 所以A What are the qualifications Qualification叫做资格 那个资格是什么呢 如果选A的同学要想一下 如果对方Amy说 那他的报纸上没有说要需要什么资格 Peter应该就讲说呢 他的资格可能是要大学毕业 要满20岁等等 要讲资格出来 对不对 A选上不是我们要的答案 因为Peter讲的是 你要赶快去做面试的预约哦 打电话去跟他说你想做面试 所以呢 答案应该是 Ju How can I apply for the job 我要如何申请到这份工作呢 他问如何方法 他就跟他说 你现在先打个电话去预约吧 做一下面试 所以答案才是Ju B呢 What is the salary 薪水是多少 如果说薪水是多少的话 应该是Peter在报纸上 要看到薪水大概是3万到5万啊 6万到8万 要讲出薪水是多少 这里也没有 C呢 It is expensive 他贵吗 贵通常是不是在讲工作 对不对 所以答案是C也不是 我们要答案 答案是Ju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后一题对话 25题是Mary跟Demi两人之间的对话 Mary说 Hello Steve Hello是Steve吗 他说I'm sorry 对不起 But Steve is out right now 什么叫It is out right now 他现在已经出去了 现在此刻 Right now 现在呢 Steve他现在是出去不在位子上的 然后他就说Mary 我的名字叫Mary His friend from work 我是他工作职场上的朋友 各位可以看到 玛丽介绍自己对不对 所以反推回去 这一个应该是问说 是谁打来 所以是谁打来叫 Who is calling Who is calling 是谁打来呀 所以他就说Mary 我是Mary His friend from work 工作上的朋友 然后他就说 May I take a message 结果接电话的人就说 那我可以帮你留言吗 帮对方留下眼 就是take a message 所以答案是A留意 V是Same for calling 谢谢你打来 C是Why don't you call his office 为什么你打到他的办公室 好问原因 那讲原因的话 对象应该是要讲 比如说可能需要他帮忙啊 等等 出呢 His will be back in 10 minutes 他说呢 告诉对方说 我们的这个 你要找的人 Steve for 10分钟后才回来 这也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要留意答案是A 他问什么 那要请你注意的是呢 take one's message 是为了帮 为了什么 为方留下眼 然后leave a message 是你自己主动留言 所以不太一样 好 接下来我们进到综合测验 综合测验总共呢 在100年度有三大题 空漏字 第一大题我们来看一下 就讲台湾的便利商店 这从26题一直到30题 第一个句子 Strolling Strolling Walking 帮老师写一下 Stroll这个字是漫步散步 就等于我们学过的walk W-A-L-O-K 走路 Stroll Walk 同一字 Strolling Walking Through Through是穿越 你可以看到旁边都有中文字 帮自己直接写在你的文章上面 好 但他说 Strolling through the street in Taiwan 当你在台湾 穿越街道 Through the street 穿越街道 Strolling 散步的时候 People People often see 人们常常会看到 convenient store 你常常有机会看到 很多便利操商 Within a short walking distance 在within 在很短的 很短的walking 走路的距离里头 within 留意一下是在什么之内 在很短的走路之内 你会看到很多便利操商 因为 台湾 Is怎么样 First in the world For having the greatest number of convenience store 好 所以 因为 For是翻译成因为 因为 台湾拥有了 the greatest number 最大值的数量 of convenience store 台湾拥有便利操商 是最大密集度的数量 所以我们在世界上 被排名第一 对不对 所以用 反推回去 这个第一 要用哪个单子来排名 就是rank这个字 Be rank的就是被排名 B动词加BP 被排名 所以台湾就被排名在 First in the world 被排名在 第一 For having the greatest number of convenience store 因为拥有 非常高密度的 叫做 the greatest number 拥有高密度的 叫做 the greatest number 好 所以台湾拥有高密度的便利操商 那因为这样子 这个汇取是指前面这一整 这个关带呢 汇取是它的先行 前面这件事 台湾排名世界第一 因为便利操商的高密度 所以这个高密度 汇取reflect 就反映出台湾人的两个事件 reflect叫反应 台湾的高密度 便利操商 汇取reflect 这件事情反映出 台湾 is crazy for 反映出台湾人 台湾 is 台湾人 它的crazy for something 这个27格是可以猜得出来的答案 因为是固定用法 crazy for crazy for 不管是名词或形容词 都是跟for做搭配 所以反映台湾人 对于什么事情的热衷跟疯狂呢 台湾 is crazy for immediacy immediacy是立即性 and the convenience 是便利性 台湾人对立即跟便利性 这两样的两样特质是非常疯狂 所以呢 the shave 这个the shave 这个字是负数 去掉f加上ves是负数 这个架子上呢 便利操商的架子上 永远都呢 in the store 在便利操商里头 fully start 永远都是满满的被塞满货 start是被囤货 台湾人的那个便利操商 架子上永远是满满的囤货的 for consumer 给消费者 to speak up 能够去挑选 不管是day or night 不管是白天或晚上 所以不管是a or night 就是no matter 所以二八题我们选的是no matter a or b no matter分成不管 不管是白天或晚上 都让你能够